实话说,春晚的小品啊,我看了几个台,这小品的质量真的是质量下降,有的是看不下去,但是央视春晚有个小品,我看好多人都在说这小品有点意思,讲的是个真实的问题,就是说小夫妻过年回你爸妈家,还是我爸妈家 现在网上有个新的说法,叫做夫妻过年,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对事儿,您怎么看,小夫妻每家都会有同样的问题,过年到底回谁家? 过去不是说像我们这么老的夫妻,就过去没有这个问题,一直以来都困扰着夫妻二人,甚至大过年的,有的人家就为了我回你家回我家,争执起来,搞不好,两人加上别的事儿找茬,那就会起冲突 但是现在时代变了呀,近年来一些年轻人干脆不选择了,各回各家,各找各妈,这叫夫妻分居式过年,这些年轻人还想了各种各样的过年方式 举个例子吧,2019年到现在,小萨和她丈夫,小萨是个女方,各回各家过年的第五年 小萨说了,她尊重选择各种方式叹亲的家庭,但她的立场是更想回自己家 你不能因为维持夫妻感情,丢掉自己的立场啊 对于夫妻关系啊,其实沟通是放在第一位 这就好比很多家庭,会选择一直回南方家过年 当有一天你说要回你家的时候,南方就很纳闷 老婆,我怎么你了,你怎么就要回你的家,这就没道理了 小萨刚结婚的时候就跟丈夫商量好了 咱们俩别为这事儿起矛盾啊,咱们俩把这个方法摆在明面上 结果过程很顺利 小萨说,她认为父母的理解和支持是他们夫妻能够各回过家的 最关键的一点 开始的时候,她也认为父母接受这种新观念可能要慢于年轻人 害怕父母不开心,怕他们俩认为年轻的婚姻不幸福 后来双方父母都开通,甚至没想到这么顺利啊 好,再举个例子,何静一家 何静结婚15年了,一直都是和自己的父母在一块过年 他在广州定居,平时父母帮着带孩子 因为老人在陕西,老家山西冬天比较冷 吃肉夹馍,天很冷,结冰,加上孩子太小 所以父母和孩子就留在南方跟他一块过年 可是呢,公婆喜欢在老家过年,丈夫呢,则回家给公婆 这家人家,跟小萨他们家差不多 何静说,我们觉得这方是挺好啊 连帮老人都能照顾到啊 丈夫比较好说话,公婆也开明 再举个例子,刘格,刘格一儿一女 也表示说这些年都是在自己父母家过年 身边有些亲戚朋友也如此 因为公婆饮食习惯不一样 而且过年的时候,家中有琐事,需要他处理 刘格选择和丈夫呢,各过各的年 回家,我家的事我处理,他家的事他处理 我们俩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可以了 面对说服父母这件事,刘格呢,持这么一个观点 而且不当人有观点,人家有实践 没错没错啊,过年的本意是团圆 但是团圆只在三十晚上吗 初二回娘家,三十在婆家 一定要这样,很多地方有些传统 有一个被采访的对象叫 京京,京京结婚第二年 按照当地封锁,结婚第一年就要去南方家过 度过一个不习惯 而且特别想家的春节 他呀,去年是这么过的 今年他就跟丈夫提出说 这样,今年咱们各回各家怎么样 可是当他带着孩子和公婆打视频电话的时候 他们都表示很想孩子 让孩子回去过 并表示一家三口不能分开过年 这麻烦了,老人想孙子 我能理解老人想孩子的感受 但我很少有时间回家陪父母 回家四个小时的车程 也不是说走就走的 所以这个叫京京的这个妻子 是有点无奈的 她说,哎呀,怎么才能让双方满意 她说父母那些是希望女儿回家 在家里陪伴她,但问题是要不要送她回去啊 送她回去你怕公婆不高兴吧 再说人公婆说了 一家三口分开不好 前面跟你说的小萨也说了 她身边的一些亲戚朋友对她和丈夫 过年各回各家各找各妈的方式表示质疑 有的摆出来说当地的风俗习惯规矩 劝说她不能回娘家过年 甚至有的地方还有什么串儿之前不能回娘家 在娘家过年不吉利 一家三口不能分开等等 一说就好几条理由 小萨的观点是我不仅仅是听过这些话 而且有人直接面对面和我聊过 好像我回家过年天就会塌下来一样 但我觉得我们这代年轻人 不能被传统的观念束缚住 对这些观点我选择自动屏蔽 毕竟我回老家最开心的是我爸妈 所以小萨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写过一句话 偶尔也会有亲戚朋友给我讲 过来人的大道理 没关系啊,我左耳进右耳出 管别人怎么想的 我俩开心就好了 现在过年是五花八门 每家都有自家的事 这个亲戚朋友 有的采取轮班制 请男方家过一年 然后再去女方家过一年 这也不错 轮流 还有的呢 组织双方父母 咱干脆双方父母老人一块 咱出去旅游吧 这主意也不错 有的人家 有了孩子之后呢 怎么过年 达成一致 孩子满三岁之前 两人都不回家 留下来照顾孩子 或者双方父母啊 干脆接过来一块儿过 三岁之后怎么办 各回各家 至于孩子想去哪儿 把权力交给孩子 宝贝 你到底想去爷爷奶奶家过年 还是去姥姥姥爷家过年 你看 把权力交给孩子 这孩子说我要去谁家 那你大人拦不住了吧 其实情况也不一样 有的两家离得很近 你干嘛搞那么阳哥呀 双方父母离得很近 中午去娘家 晚上去婆家 或者是干脆 双方父母接过来 年前陪父母吃一顿团圆饭 然后呢 一块出去旅游 现在很多人家呢 有条件的把两边老人过来一起过年 这办法不错 中央第二台春晚就是这样吧 干脆闺女 我们俩跟着一块去公婆家 这主意不错 比如说这次我在海南过年 给我录像的小朋友 他就不能团聚了 一商量 人家家里边有个好办法 干脆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到海南来旅游 这团圆多好啊 而且呢 租过车 海南呀 就转着圈 把各个地方游一遍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老高兴了 总而言之方华很多 但不管怎么样 春节的本意是团圆 大家欢欢乐乐在一起过年 这个东西不能变 至于他没有办法协调的矛盾 反复协调 各有各的高招 好了 这些小夫妻可都不是我采访的 中国新闻网记者采访的 我就把采访到的信息跟您说一说 我是中国公民 北京市民 北京市东城区 吉米斯马南 我在海花岛过春节 再见